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曾是植物们最后的避难所之一 具有250万年历史的红豆山也在此熬过严寒 成为为数不多的第三季结宜物种 这棵也生南方红豆山 已在同伯山渡过了第1400个秋天 11月中旬 红豆山的果实逐渐成熟 朱圆玉润 通体艳红 率先赶到的白美东 选择了离红豆山果最近的战法 两粒果实进度 立刻引起全场哗然 南方红豆山 果实味道香甜 最能吸引悲科和东科的鸟类 经由鸟儿消化的果实 褪去表层蜡质 落地生根 至此 红豆山完成了新一轮的播种 鸟儿们的自由飞行 让南方红豆山散生于同伯山的密林中 在全世界 红豆山属的11个树种都分布在北半球 中国的东南部地区 空气湿度大 为南方红豆山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南方红豆山的树干每年才生长20公分 要长成十米的高度 它们必须历经千年 南方红豆山的果实中 富含黄铜分类物质 具有抗氧化延缓衰老的功效 因而未受当地人的珍视 每年深秋 当红豆山果挂满枝头 村民们便开始为酿造红豆山果酒而忙碌 为了不损坏果实 村民必须爬上树 一粒一粒亲手摘下 地区方的独裤 于群山之间 延续着红豆山古老的基因